名声消息 磕价又要涨了吗 今年因为雨水风后造成了水质混浊 甚至下雨风大把磕棚给吹倒了 结果导致今年鲜磕的产量跟去年相比 相差了将近有三成 这价格也比去年同期涨了20块钱 一斤从去年的120涨到了今年是140元 预估这个价格越靠近中秋还可能持续攀升 好紧密 北美的大蚵仔放在铁板上间的滋滋作响 最后打个蛋 像喷喷的蚵仔针上桌了 只是三个礼拜前蚵仔涨价 业者放得很心疼 一盘蚵仔针上蚵仔大概8到9颗 涨的成本业者只能自己吸收 为什么蚵仔会涨价 科农挖客倒出来的蚵仔已经死了 不然就像这样小小一咪 今年因为雨水风后造成水质混浊 甚至下雨风大将磕棚吹到 造成今年磕量与去年相较相差了近三成 价格也比去年同期涨了20元 一斤从120来到约140元 预估中秋节前价格可能会持续攀升 预估中秋节前价格可能会持续攀升 想要蚵仔降价大概也只能求老天爷给好天气 蚵仔量多价钱就会便宜 记者 戴欧帽 张华报道